其实当我去看到那第一次的绝望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小妮非常爱我 其实在那一段日子里面 在我领受这个意向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神连续的一直在依旨我 不单单是让我认识天父的爱 说到为什么要让我认识天父的爱 这是有一个原因的 那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 我很深的被圣灵光照 我觉得自己是个有一个孤儿的灵在我里面 很深的一个孤儿的灵在我的里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上帝就带领我去经历医治 那我认识天父的爱 是让我对神的爱有一个信任 让我对神的爱有一个信任 其实在那之前 我对爸爸的爱 爸爸的爱是没有任何认识的 就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当中 缺少父亲的角色 所以我对爸爸的爱 就是没有任何的印象 所以我对天父的爱 也不太就是认识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主正在逐渐的医治我 我领受生命的 整个生命的医治的时候 是经历非常多非常多 很大的神迹的 就是这种神迹的程度 每一个神迹出来 可以真的说就像死人复活一样 对我来说的意义都是那么大的神迹 那我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问题 因为中间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里面 非常的曲折 也非常的坎坷 那我的父母是离异的 然后我一直在 妈妈那种单亲抚养很多年 后来妈妈的身体就是特别糟糕 她已经到了无法养育我的程度 所以她没有办法 就只能嫁给一个人 好让我和她有一口饭吃 好让我们母女有一个生活下去的来源 那妈妈其实是为了我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受了非常多的苦 那妈妈就是在我 带着我打工的那些年的日子里 我常常是一个人 在很小的时候就留在家里面 然后妈妈就会出去做工 去工作挣钱 我有的时候一整天都吃不到饭 然后邻居会可怜我 给我送一碗面条 什么的 因为有的时候妈妈就会 与当地的就是我家附近的那个超市 就是小麦店 我们叫小麦店联系 给她留一点钱 让这个孩子白天可以过来 吃两个馒头或者什么吃的 但是有的时候妈妈就忘记扔钱了 那我一天就什么吃都没有 然后就会这一整天都会很可怜 然后妈妈都会很晚好晚才回来 那个时候我们我和妈妈的关系是相依为命的关系 所以 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就是特别的爱我的妈妈 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艰难 包括我刚才在那个异乡里面提到的 妈妈就会真的没有活路的时候 活不下去的时候 她也希望我有一条生路 所以她可以选择说不要我的 当然她没有真的不要我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但是后来又和继父生活在一起 生活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一直也是很贫穷的 然后经济上很紧张 所以当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读不起学的 就是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去读书了 就是家里面没有钱让我去上学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的老师 我从前的一个老师 为他的孩子的一个同学的家长 和我的老师关系非常好 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 这个老师知道我的经历 他非常欣赏我 因为我经历那么多痛苦 还那么努力学习 还那么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还那么追求 所以那个老师就觉得 这个孩子真的很厉害 他家里那种情况 他还仍然坚持求学 仍然坚持那么乐观 仍然有那么大的理想和抱负 所以我的老师非常喜欢我 非常喜欢我 所以他就和这个家长聊起来 这个家长的生活条件非常好 也非常优越 所以呢 他听到这个就很感动 他说还有这样的孩子呢 这个时候还有这样 有励志的孩子呢 所以他很想见见我 后来他就认识我 认识我他就帮助我 就很热心的帮助我 他觉得他是一个伯乐 他发现了一个千里马 所以他就很关心我 我从来没有被人那么细心的关心 妈妈很爱我的 但是他没有经历关心我的生活 没有经历关心我精神上的需要 我只要他能够 我的妈妈爱我到一种程度 有一次上学实在没有钱了 我妈妈把头发剪掉 然后卖了给我拿钱去上学 所以我的妈妈真的非常爱我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体恤到我的情感 但是这个阿姨不一样 她非常非常的细心的照顾我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放学的时候 她可能在教室的门口 拿着一堆好吃的等着我 这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每次上学 从家里面到学校的路上都是 因为我到高中的时候就离家很远很远 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的时候 才可以回家一次 我每次回家到学校的时候 我都是哭着去学校的 因为我每一次回家都是要取钱的 我每次回家都是取生活费的 所以我每一次离开家都是流着眼泪去学校 根本不会说带一点瓜子 就是家里面的好吃的到学校去 从来没有过 回到家里面 真的是 就是那样的状况 但是这个阿姨不一样 她非常的注重这些细节 那对于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说 那是正常的享受 但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非常珍惜她 那她也带领我去认识很多社会上 很有背景的人 但我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 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复杂 可是她就让我去经历那些人群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精神上的压力 因为我还要学习 那个时候学习压力已经很大了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考大学是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我 尤其是我学习 那么的艰苦 所以考大学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不用再这样 但是 那个时候呢 这个阿姨就带领我认识很多人 然后也会有一些 出去吃饭啊 这样的经历 那我的学习呢 我就开始觉得 如果我考不好 这个阿姨也会很有压力 因为她把我介绍给别人 就证明她很有眼光 她证明她是伯乐 她发现我她是伯乐 所以她也证明她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士 所以我如果是失败的 对她来说是一个名誉上的打击 那我也很有压力 当中其中还有学校学习啊 人际关系 同学之间的很多的压力 那个时候 我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 但是我还是努力学习 很可惜的是 我高考的时候考的特别的失败 真的是很失败 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我对上帝的信仰是很糟糕的 我不喜欢信耶稣 因为我从小就信耶稣 我从小的时候就信耶稣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施洗 然后就经历圣灵 然后就爱神 就渴慕 很小的时候我就祷告的 我很天真 就是七八岁的时候 我就跪在那里 很认真的去祈祷的 可是在我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是很讨厌上帝 我就觉得我不要信他 因为我如果信他 我就没有办法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了 我就去爱耶稣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 去完成我人生的理想了 我就觉得如果信神 我就要舍掉很多东西 所以我很不喜欢耶稣 又不想信神 为什么信耶稣会令你失去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要去追求金钱和名誉的话 那我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了 但是我真的很想去追求名利 地位 金钱 因为那个当时给我的影响是很 那个阿姨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见过世面的孩子来说 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实现自己的理想 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 成为这个社会当中 很有地位 很有经济 很有那样的人 但是那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成为我心目当中 我从小信耶稣的时候 那种理想基督徒的样子 所以我就不想信耶稣了 所以我不要信主了 我不想看到圣经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征战 灵里面也有很大的征战 我每天都过得很痛苦很痛苦 我高考的时候也经历很大的失败 不单单是我考试的时候经历失败 其中也有很多的复杂的原因 我就没有考好 那没有考好 对我来说是情贫瓶雳 我高考的时候和重来的成绩 和我平时的成绩的落差 大概有100 120多分那样 所以是很大的落差 就是整个人怒了 也不伤心 也不难过 就是看到这个结果 就觉得像做梦一样 就觉得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阿姨离开我 因为我真的让她失望 让她很没有面子 然后 当然她真的也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 我到现在我仍然非常非常的感谢她 非常感恩 但是最后的那个那个时刻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是心灵上的一个很大的依赖 然后她离开我是很 相当于一个妈妈离开我一样 是很大的伤害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复杂的伤害 我在小的时候经历很多的痛苦 比如说我会被撵出家 没有 回不去家了 在03年的时候是非典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是回家里面 不要去上学了 因为那个时候非典 SARS是很严重的 那个瘟疫是很严重的 所以孩子们都回家 但我不能回家 我一个人留在宿舍里面吃 吃那个 买的盒饭啊 就是便当啊 那些东西 自己一个人 就在那段日子里面 然后就那么过来 所以我会有很多这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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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家的经历 然后 被撵出去的 那个经历 嗯 每一次被打击的时候 我都可以站起来的 我还是可以站起来的 还是可以再一次刚强起来 还是会很乐观的 还是会忘记那些痛苦的 嗯 但是 可是 那一次高考考大学的失败 这个成绩出来以后 我就彻底的 绝望 彻底的绝望 所有的都是灰色的 我的人生是灰色的 所有的都是灰色的 其实我在这个经历山下 这个我的人结果 其实我一直就是 学习非常优秀的 然后 我的家庭是很贫困的 但是我学习非常优秀 我非常乐观 性格也很 很开朗 但是 因为我学习好 我也很骄傲 非常骄傲 非常非常骄傲 所以 我也不太喜欢和别的同学交往 然后 我是很无辟的 那我在高中期中 因为我在SARS那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有忧郁的倾向了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忧郁的倾向了 为什么 因为 我那个时候 我的亲生的父亲找过我一次 可是 我像他要学费上学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理睬我 你要知道我上学有多么的艰难 可是我爸爸他有能力 帮助我上学的 但是他就是决定不帮助我 所以我那段时间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抛弃我 我觉得我这么优秀 为什么不要我 然后我的家庭都是那种状态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 很犹豫 已经到很严重的程度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是高中的时候 头一年和一头一年的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 我就到了很严重的忧郁的程度 就是我不敢看别人的眼睛和别人说话 别人拍我一下 我会 啊你机灵 就是没有反应 我不敢和同桌这样去交流 就是到了病很严重的生育状态 可我妈妈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就是那么可怕的状态里面 我学习成绩特别差 那个时候特别差 我从来没有学习成绩特别差过 我都是特别优秀的 上课的时候 老师讲课 我看着老师讲课 我就听不到他讲什么 因为好像我人在那里 自己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学习特别不好 然后方方便便的压力 我那时候就又遇到特别严重的程度 其中我还有自杀的倾向 我在就是 我们大陆就是 考学的时候有两次考试 中考和高考 就在中考那个 就是SARS那个历年的时候 我到最严重的程度 我就想自杀 就是 我走着路的时候 那个汽车过来的时候 我就很微笑地面对他 来撞我吧 我不躲人 就到那种程度 所以你想到我 那个时候是很严重的状态 没有人知道 我晚上睡觉都是做噩梦 甚至我喜欢噩梦 我喜欢躺下就做噩梦 什么梦 就是很可怕的 比如说 我会突然掉到一个坑里面 上不来 然后会在楼梯上摔下去 摔得很厉害 会从悬崖上掉下去 就是噩梦 但我喜欢躺下来做噩梦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病得很严重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 就是这个忧郁症 就到那样一个程度 其中有一次到了 二年级的时候 就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想如果我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再这样下去 所以我说 我以前经历的伤害 我还可以站起来 就这个忧郁症我还可以站起来的 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说如果爸爸都不要我了 那我和他 他说了 他 我说如果你不能够给我提供生活 让我上学的费用 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因为那些年 我十几年从来没有帮助过我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仍然拒绝我 所以我想 如果你拒绝我的话 以后不要联系了 那个时候我就彻底自己一个人 伤心了 很长时间 当我决定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再这样下去 我大学也考不上了 所以我要站起来 我要勇敢的站起来 我就找到我的班主任老师 然后我就跟他一哭 我就向他讲倾诉 把我心中的所有的压力 都跟他倾诉 我老师好了 我讲完了 我下次我一定可以学习好的好了 结果我跟他讲完以后 我就把 我就想这一页翻过去 我就翻过去 然后我就可以很好的学习 确实我很好的学习 我的成绩就很容易上来 而且我很容易就名列前茅 很容易就成为很优秀 很优秀的学生 我的学习就从很差 因为我第一年的病很严重 所以我的成绩是在班级很严重 后面的 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很厉害 最前面 然后后来又上升又上升 就是学校一千多人 我都很有名次 就是我们那个年纪里面 和我一个年纪一千多人的里面 我都很有名次 就是很容易就提升上来了 但是到高三 我接触 其中这个过程 我就开始到 接触到这个阿姨了 嗯 那到高中 高考大学失败以后 这个阿姨离开我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亲人的伤害 不是我母亲 就是家里面的人 看到我上学的时候 特别需要帮助 他们都没有帮助我 我很伤心 因为我很爱他们 我没有多少亲人 只有那样几个亲人 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帮助我 我也特别伤心 所以我经历了好多被拒绝 被抛弃 被拒绝 被抛弃 再被拒绝 再被抛弃 那我忧郁症 都可以走过来 那个时候 我还可以站起来 可是 马上没有到一年的时间 就是高考的失败 我就彻底的崩溃了 彻底 这个人就崩溃了 当我崩溃的时候 我才想到耶稣 我那个时候 有想到耶稣 我想到上帝 我真的很生气 我不喜欢你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从小到大都这么对我 每一次让我有一点点希望 就让我完全的幻灭 我把我所有的矛头 我所有的怨气 都指向上帝 那个时候 我还生气 可是 我在我最伤心的时候 我高考完以后 我一个人打工挣钱上学 我还要打工 高考失败以后 就是一个人挣钱打工 每天上班下班 下了班以后 我就一个人 在马路上走 就不回 不回去睡觉 然后一个人 在网吧里面 然后之后 就一个人 在大街上走路 因为那时候 就没有感觉了 就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没有感觉了 没有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 走路的时候 小踩来地上的时候 我还知道我活了 没有感觉 感觉你形容出来的 没有感觉的状态就是 我没有哭了 也没有笑了 我对任何事情 没有情感 我不会伤心 也不会开心 也不会惊讶 也不会震惊 就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意义 但是我就是会流眼泪 在那个时候 我还就是会流眼泪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 但我就是在流眼泪 每一切从早到 就是不停地流眼泪 然后上班下班以后 就一直在马路上走 觉得走路的时候 我还知道 我可以走路 脚踩来地上是真实的 我还有生命 就是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就在这个时候 上帝开始找我 耶稣开始温馨我 那我其实 以前也很多次 经历上帝的爱 因为我也很听话的一个孩子 就是 在 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神迹 就是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一次打饭 吃饭的时候吧 在我 吃饭的时候 那个 有一个就是 什么经历呢 我去买饭的时候 那个菜 我没有看清楚 那里面都是雪 就是我们吃雪块 就是 那个菜就是雪块 然后很多的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吃雪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 我没看清楚 那个阿姨把菜盛出来以后 我看 我已经把钱交完了 她把菜盛出来的时候 里面有很多雪块 然后就是吃雪嘛 我们都吃雪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的菜里面 就有那样一道菜 我一看 我不可以吃这个菜 因为我是基督徒的 我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从小就信耶稣 我不可以吃的 我就说 我不吃这顿饭了 然后我就放下 我就出去了 我这个饭就没有吃 但是我已经交钱了 我那个时候 钱是很紧张的 对我来说 我兜里面 有几块钱 我很清楚 就是 我很清楚 我有多少钱 我已经把这顿饭的钱交了 但是这个饭 我不能吃了 因为它 不和我的那个 信仰有关 我不能吃 我就走了 当我出去的时候 我把钱拿出来 我想我再买一点别的吃的 可是我的钱 正好多了一顿饭钱 真实 非常真实 真的 就是 就多一顿饭的钱 就多一顿饭的钱 因为我真的是遵守神的 所以说 我不是没有经历神的 但是我 我心里面就知道 我是信耶稣的 我是知道 只是我在情感里面 接受不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很生他的气 可是当我在失去感觉 走马路的时候 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 因为 考考失败以后 就是很多人都离开我 因为我让他们都失望了 我也让自己很失望 所以呢 就在那个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的耳边一直在唱歌 一直有歌声了 一直有歌声 真的有歌声 因为 那个歌声一出来 我就会流眼泪 要不然我可能连眼泪都流不出去 但是那个歌声一出来 啊 我想 祝你好像还在 因为我毕竟很小的时候 就信耶稣 我对真理 对圣灵 对很多东西 是耳濡目染的 就知道了 很多 神的话 有很多东西 对我来说 是耳濡目染的 因为我就物欲在 那个环境里面 我对神的信仰是 我非常知道 什么时候 神会有 他的工作 我知道什么是 上帝的作为 我这都知道 只是有那样一个叛逆的时期 我特别想远离神 这个歌声是什么歌声 那个歌声 就是 我很小的时候 在教堂里面聚会 学的歌曲 但我 还有很多妈妈呀 他们聚会的时候 唱的那些歌曲 对我来说 我当时是根本 不会赞美神 根本不会去唱歌 因为我心里面 非常怨恨神 可是 我最痛苦的时候 那个歌就在我耳边 真的是 真实的 是有声音的 就是 这样唱 我就能听见一首歌 在我耳边 就像有一个播放器 就像有一个MP3 在我这边 一直放一样 我就一直听 一直流眼泪 经常会有那样的经历 因为我经常一个人 晚上的时候 在马路上走路 我不知道要走多远 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 但我就是走 我也不害怕 因为害怕对我来说 没有意义 我谁也不怕了 我没有害怕 也没有 就自己一个人 在漆黑 但也有路灯 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路灯 我就一个人走 然后后来我就去上大学了 当我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想 我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我要调让自己 不然我真的没有用处了 因为我都没有情感了 我真的是没有情感 不是说 不是说心灵里面 精神层面觉得我没有情感了 我很伤心 不是那种程度 是我真的就没有感觉了 一个真没有感觉的人 我真的没有感觉了 我就觉得 我是一个人啊 我怎么能没有感情呢 这是没有伤心 没有开心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就是没有情感了 就是没有情感了 到那种程度 我说我是一个人啊 我没有情感了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问自己 我是什么 然后 很有意思的是 我选择上了那所大学 那个城市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但是我妈妈曾经到那个城市 传过一次福音 我妈妈曾经在那个城市里面 有一次聚会 所以她认识当地的好多传道人 所以当我妈妈送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呢 她就把我介绍给那些传道人 因为我妈妈觉得我是孩子嘛 应该有人照顾我一下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到那个陌生的城市 谁也不认识 结果到了那个城市里面 我所认识的人 就是传道人 都是牧师啊 弟兄姐妹啊 这样 所以我不想联系他们 我在学校里面从来不给他们打电话 但是他们会很热情的 因为我妈妈关照过他们 所以他们会很热情的邀请我去聚会呀 邀请我去 去他们家里面做客呀 我待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在那种状态里 所以我不会上学 老师上课我从来不去的 我有一年的时间 上课的课本都丢了 我不知道课本去哪里了 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上学的 就是大学我全部都讨课 我就出去玩 每一天 我想去哪里留的就去哪里留的 我想去哪里散步就去哪里散步 我想去图书馆坐着就去图书馆坐着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不上课 不学习 然后呢 但是呢 每个周末呢 他们都叫我去聚会 可是我一进教会的时候呢 我就会哭 我进到教会里面 我一听到他们赞美 我就会流眼泪 我一听到他们赞美 我非常清楚 主好像当时就在寻找我 从我亚马路的时候 主就开始寻找我 但是我真的不想找他 真的不想找他 我知道他好像就像 一直在扣我的门 可我决定不找他 就是不找他 我知道他很爱我 我知道 现在我心里面剩下的唯一的爱 就是他爱我 但我不想找他去寻求帮助 我从内心深处我不想找他 但他总是在找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总是在爱我 可我不想找他 然后就这样过了半年的时间 到了放寒假的时候 又是到了我最艰难的时候 因为我到放寒假 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不能回家 没有地方去 那我就想 我在这打工吧 我寒假的时候 在这里打工吧 然后 当我有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有一个教会的牧者 给我打电话 他的教会就是有独立的教会嘛 然后又住的地方 他说你这个寒假来我这里吧 你在我这里住吧 然后这是教会 不是别的人的家庭 所以很方便的 很自由的 因为这就是给接待 教会里面就有专门 接待人住的地方 所以你在这里住吧 我想 也是 如果我不去那里住 我就得自己花钱找地方住 那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住在教会里面 方便一点 而且那 至少还是有安全感的 可以信任的嘛 毕竟是教会 结果我找的工作 一个都没成功 就是我的工作没做成 没有办法 我只能每天坐在教会里面 他们每天都在聚会 每天都聚会 那个教会就是很火热 然后他们追求的也很 很用心 所以呢 我看到他们聚会 我不能坐在房间里面 不出去呀 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得参加他们的聚会 从面子上来说 我也要参加他们的聚会 因为我住在教会里面 我不去在家聚会 感觉我不懂礼貌 好像我的妈妈 也没有在他们 就是很不好 对我妈妈也很 影响也很不好 所以我又硬着头皮呀 我就每一天跟他们聚会 可是聚着聚着 我就发现 我 我 有一天在聚会的里面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在沼泽地里面 我整个人都陷在泥浆里面 我全人都陷在泥浆里面 只有我的头还在泥浆的上面 我全人都陷在泥浆里面 我就在那个祷告 突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问上帝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上帝说 是因为我把你从世界的金钱 地位 名利的里面 夺回来 那当时神回答我说 这个泥浆 就是你 对世界的渴望 就是你向往的生活 就是你想追逐的金钱 名利 就是你的心已经完全远离我了 你已经被世界的黑暗紧紧的抓住了 所以你已经全人都要陷进去了 我发现 我发觉当时 在那个泥浆的里面 我只剩下一个头了 我的脖子都在泥浆下面 全人都在泥浆下面 但是我高考失败 对我来说是远离 让我一个很大的转折 使我离开了那些人 也使我的心 再也没有想能够去成功了 或怎么样 所以上帝借着那样一个失败 他的意思是告诉我 是我救了你的 是让我把你从那个地方带回来的 可我不理解的 我很伤心的 那当神帝光照完我以后呢 我突然知道 他是爱我的原来 原来他是爱我的 如果我真的成功了 可能我永远都不会成为基督徒了 可能我真的永远离开耶稣了 但是上帝看到 可能我会永远失去他 所以他不想永远失去我 所以我经历了很大的失败 是一个在一个很大的骄傲上面 跌落下来 因为我当时真的很骄傲 我真的希望飞黄腾达 希望有很好很好的我前程和梦想 我是全都落下来了 就是好像从很高的山上跌到很低的地骨里面 但是当上帝让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真的全然降服了 我完全降服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知道我真的错了 我知道我错在哪里 是因为我真的想逃 想逃离神 我想离开他 所以上帝把我找回来 那我在那个天的时候 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 不停不停的哭 真的不停的哭 从那一天就会开始 我就开始全心的重新看待神 因为我真的 上帝解释了我为什么要经历失败 我理解了上帝为什么要让我失败 我也知道我真的是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就愿意承认错误 我也愿意改正错误 这是我一向的习惯 我很小的时候就是 如果我犯错误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立刻承认我的错误 并且我要改正我的错误 所以当神光照我的时候 我知道我错了 那我知道我为什么错了 所以我要改正我的错 我要好好的回到他身边 因为我从小就信耶稣 其实我小的时候 跟上帝的关系是很好 蛮好的 只有我得忧郁症了几年 以及到高中高考失败的 那段时间里面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 我是离神特别远的 可是我的那个种子 还在我心里面 我和神的关系的种子 还在我心里面 所以当我意识到 我犯了个这么巨大的错误的时候 我愿意承认我的错误 神我愿意回来 我愿意回来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 很奇妙 我就每一天都祷告 我每一天都经历神 每一天都经历神 大约寒假的时间 是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 就好像我的大脑被洗脑了一样 被洗脑了一样 然后我就完全的离开了 离开了我从前的思想 完全的回到了上帝的面前 那么我知道 我知道神真的用这样的方式 把我带回来 然后这是很奇妙的方式 神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 把我招到那个牧师的教会里面 把我放在那块 然后让我每一天去接受训练 因为我之前神找我 我不回来 我怎么找我 我也不回来 可是这一次 主把我放到一个那样 特定的教会场所里面 而且每一天24小时沐浴 在这个环境里 我逃都逃不走 躲都躲不开 直到我真的 而且每一天 那个时候一天要读好多好多圣经 祷告很多很多 我只是起初的时候 只是为了敷衍他们 为了应付他们 可是没想到 神是用那样的方式 把我硬硬的扭过来 我就觉得那一个月的时间 一下子就被扭过来 是被扭过来的感觉 不是说我一下子 是慢慢升温的 是一下子就被神扭过来了 就像开一关 要转过来了 我整个人的思想都被转 朝整过来 从那一刻时刻起 我知道我要回来了 月宿我要回来了 主要 我要好好信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